你是最長的 Hello 幾位 隔壁議員的馬力表演 今天真的可以跟市民交流的接觸 真的感受到他們的馬力 那個感受有了甚麼 是 因為我們之前在東京那邊比賽 一直都是 就算市民支持 我們都是通過一些訊息 或者不會面對面去支持我們 這次是第一次真的感受到 香港市民在這個奧運期間 那麼熱烈的反應和他們那種支持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想到 在這個巴士巡遊 因為還要走一個早上 都有這麼多市民 真的在馬路的兩邊 一路歡迎我們 所以那個感覺是真的很不同 就是這樣參加的巴士巡遊 就是有些事情 都很開心 因為始終我們奧運的時候 都是沒有公眾 那這次真的可以面對面 看到他們真的可以親口跟他們說聲 那麼多謝 還有他們 我聽到有些說 風都不回來了 來看我們 都覺得很感動 其實心情現在已經平復了很多 就算經歷了奧運的失利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些不同的比賽要準備 所以我亦都在隔離之後 又沒有特別去放置一個大架 可能每一天都有保持著適量的訓練 希望將自己的身體狀態 都儘量保持得不會太過走樣 我現在都未完全是進入那個 好像奧運之前那個備戰狀態 但是訓練之餘 就儘量給自己打一些快樂的羽毛球 之後就繼續去備戰 未來可能最快都要10月開始 那些公開賽 但是奧運和專業 其實隔離也都沉滅了 有可能現在有些東西 你也可以說說 有些新的特質可以將你們的信心 對我來說 就是奧運 我反而是想去吃一下香港的夜食 因為就是在日本都少可以吃到香港的味道 那第一樣東西是隔離 但是尤其是隔離不出來 就已經不停地吃回香港這些東西 還有可能我們來講的目標是 剛剛加上說 10月中我們都會有兩個公開賽 還有連尾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飲品 希望可以在這幾個比賽都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這陣子都主要想休息多些 因為奧運期間身心都比較繃緊 那這陣子都會想休息一下沉澱一下 之後再慢慢pick up 那這次大家都受到的 是否環境也好 市民也好 大家對你們的支持都說得很多 你們會想怎樣利用這些支持去推放自己 可能這個運動或者自己所做的事 你可能見到下次和排隊 最問到有些人是想自己的運動 有去參與 如果運動而不升幣 怎樣看這件事情 首先當然很感謝各界的一些商家 其實都很支持我們 就算不論一些廣告邀請 贊助 甚至一些送禮物給我們的心意 我們其實全部都是很收到 而且真的很開心 大家都對運動員的反應 是這麼支持 這麼熱烈 當然很希望這個熱潮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不僅僅是今次的奧運這個期間 你問後面明星化 你會有甚麼想再做多些 透過一些親主的大家 一個月前有很多支持的情況嗎 我覺得可能 我們都是其實 可能推廣的目標之外 其實都想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專注在我們的訓練上 可能都是想讓大家了解 我們多些做運動員的一些生活 或者 就是 也都很想他們一齊 就是 加入 不是 可能支持 可能想多些 可能小朋友見到我們 可能都會 就是 會有辦法去做 去打完夢球 去做運動員 去做運動員 所以呢 我就是覺得 巴黎奧運 其實都還有一段的時間 中間其實我們都還有很多不同的大賽 要準備 dell 所以 暫時都未想到那麼遠 我是想一步一步做好中間的過程 才可以再想到最後 這個 巴黎奧運的終極目標 多了